大家好,今天天员阿波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枣泥做法 选这种小但肉比较厚的金丝枣 去合后放到蒸笼里蒸20分钟 需要一个果汁机或者墨碎机 把蒸好的枣放进去 这里的小秘籍就是加一点罐头的红豆 这个带有一点点咸味,让它味道更丰富 比例是120克的枣,加三大匙的红豆 再加少量的水,主要是让机器能转得动 打成这样的泥 不粘锅,加少量的油 用小火把枣泥炒到粘稠就完成了 这样做出来的枣泥有些许的豆沙质感 枣味香浓不用加糖,做点心特别好吃 你可以收一下田园淮山枣泥糕 或者田园枣泥月饼 可以更多小窍门关注我们的副频道 好 好 好